中国为何要建立巨型天线阵列 极低频探地工程有着怎样的作用 中国又是如何做成美国都难以办到的事情 近年来被誉为基建狂魔的中国修建了不少的超级工程 其中不少举世文明 但还有一些工程则因为其特殊性而显为人知 比如我们今天要讲述的极低频探地工程 尽管官方对此的报道不多 但其意义却十分重大 近日有消息称中国基建又有大动作 这就是在中国的中部地区有一种巨型天线工程正在开展 整个工程占地覆盖面积为3700平方公里 相当于五个纽约那么大 这也是全球最大的通信天线 不仅能联系到几千里外深海潜行的核潜艇 还能探测到地震风险 对此据环球网报道称 中国正在安装地球最大的巨型天线 实力足以覆盖整个地球 一旦投入使用 整个地球都将变成巨大天线 即使是在数千公里外的水下都能收到信号 可以说这在全球都是独一无二的 此外报道还称从空中往下看 这种天线是由电缆和塔架组成的 其与普通电力线非常相似 它看起来像一个长宽超过100千米的巨型十字 但在电缆的末端 红节点被深深地固定在厚厚的花岗岩中 两个强大的地下功率发射机 可以输出一兆瓦的功率 如此将地球变成一个巨大的无线电波发送站 而且如果一个发射机受损 另一个发射机仍能独立工作 并能够正常发射信号电磁波 整个工程被称为极低频探地工程 其目的就是打造一座超级天线阵列 并用于提升中国核潜艇的远距离通信能力 那么什么是极低频 它与这种天线的功能又有何联系 所谓的极低频是指0.1赫兹至300赫兹的电磁波 其中3赫兹至30赫兹的波段 也称之为ELF 该频段的无线电波将能够实现地下和海中远距离传输 所以要达到极低频的状态 就需要有专门的设备 正是由于其特点 因此极低频天线可用于远距离深海潜艇通信 这种能够达到极低频天线极低频的设备 所产生的电磁波范围在0.1赫兹到300赫兹之间 这使得这类无线电波在水下和地下都能够传播很远的距离 并且通过专门的识别技术 将人造信号与自然中的低频信号区分开来 并且由于它的波段非常宽 所以传统无线电塔需要至少1000公里才能完成这项工作 因此 中国的科研团队经过不断的努力 才能够建造出如此大的巨型天线 这也是相当大的成就 让美国也是感到望尘莫及 因为美国是第一个研究地面巨型低频天线的国家 早在上世纪60年代美国就启动了计划 当时美国计划在地面建设一个横跨近半个城市的巨型天线 用作指挥全球各地巡航的美国潜艇的通信 但是进展并不大 随后在80年代末 美国又搞了个带有两个交叉阵列的天线 单个天线有着70公里的正长 可以发挥出76赫兹的低频信号 以此来建设美国的低频天线工程 但是可能也是由于当时美国的技术有限 而且没有完整的理论与技术支持 这就使得美国在低频天线的发展上 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突破 最终在2005年还是决定终止了这个项目 随后便寻找新的技术来替代 那么巨型天线低频通信的难点到底在哪里 首先因为天线的体积巨大 势必在通过强电流时 会在天线周边产生超强的磁场 会对发出的无线电波造成干扰 为了保障低频信号能顺利传输出去 还需要用上百种电子设备 对发出的电波信号进行微调 其次就是需要将人造信号 与自然中的低频信号区分开来 从而可以正确地接收到低频信号 而不会受到其他声音的干扰 这就需要有很精细的技术的支持 才能够达到这样的要求 那么中国是如何建立巨型天线低频通信的呢 具有怎样的优势 据悉中国十分重视极低频碳地工程的建造 而且国家为其提供了较好的技术与政策支持 这才使得极低频碳地工程能够得到突破性的进展 并且早在2020年中国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 极低频碳地工程就通过了国家的验收 因此这也使得中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 真正意义上拥有极低频波段天线的国家 这项技术也成为了中国的一项核心技术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此前还与俄罗斯联合一起进行了一项 极低频通信试验 中国的低频设备就能够使俄罗斯的电台 在700多公里外接收到了信号 而且据中国相关的研究人员表示 远方的潜艇和无人潜航器等 也可以顺利接收到指令 并且迅速采取行动 这些成就都侧面反映了 中国巨型天线的通信作战能力是合格的 此外 随着中国极低频碳地工程的成功建立 这也使得中国对其进行了充分的利用 并且 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开放非军事用途的极低频设备 因此有着极其广泛的用途 其不仅能够实现水下通信 还能进行地质调查 在地下寻找矿产或者是化石燃料 能够发现深藏在数千米地下的矿产资源 而且比传统探测方法简单准确 另外 科学家们还能利用这些信号 对地下活跃的断层线进行监控 能够帮助提前监测主要城市存在的地震风险 并且在军事方面 中国极低频碳地工程 最大的作用就是可以和千里之外的潜艇进行联络 并且对其进行指挥作战 这也极大的发挥了潜艇的灵活多用性 也能够发挥出潜艇的最大战斗威力 从而给予敌方以巨大威慑力 因此 中国建设的极低频碳地工程 对于本国潜艇的作战能力 也有着巨大提升作用 而我们知道 潜艇在现代海战中 占有不可动摇的地位 由于深海潜艇一般执行 极其隐蔽的任务 需要及时传达消息与接收指令 同时又要防范重要信息被敌人截获 而这就是中国建造极低频碳地工程的重要目的 除了无人潜艇之外 随着无人潜航器的发展 中国已经向更深的海碟迈进 目前中国的无人潜航器 已经抵达万米深的海底 无人潜航器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返潜 无人潜航器可以部署在海底 监视海底的一举一动 可以检测是否有敌方潜艇 经过相关海域 一旦发现异常 需要最快时间传达消息 以掌握敌方潜艇的实时动向 此时 极低频碳地工程又能拍上用场了 除此之外 这种天线在民用领域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用途 可以用来在地质勘探过程当中 寻找埋藏于地下的化石燃料和矿物 搜索范围可以远远超过传统设备 并且这种电磁波在地下传播时 还能探测到断层望出的信号 能够有效估算一些特定地区的地震发生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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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